2019年,中国西藏自治区迎来民主改革60周年。 60年来,西藏的历史发生了变迁, 雪域高原上的人们也迎来了新的生活。 新春三月的西藏草木土芯, 记者跟随采访团走进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, 山南南东区克松村。 一进村,索朗次人说要带记者去看看他的工厂, 厂房的院子里只堆放着一些新砍伐回来的木材, 他说这些宝贝是他做藏式家具的原料。 2015年,因为手艺好,索朗次人和家人一起做起了家具生意。 一套藏式木柜售价可达七八千元, 索朗次人家做家具一年可净赚十几万元。 这在索朗次人的父亲74岁的索朗多吉看来, 他年轻时绝对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可观的收入。 以前农民只是种地,牧民只是放牧, 没有去打工做生意的想法。 如今在好的政策下,思想发生了变化, 有了出去打工做些小生意的想法。 目前,索朗次人的家具大部分销往西藏山南市区, 拉萨,四川等地。 他希望能扩大销路,未来有条件的话也能做电商。 而这些美好的愿景离不开雪域高原上的交通建设。 30岁的陈新峰是拉林铁路上的一名建设者。 拉林铁路建于西藏、拉萨和林芝之间, 全线400多公里,穿越多种复杂地势,建设难度大。 2018年,陈新峰第一次进藏施工。 这边就是高寒缺氧,刚来的时候前几天是不适应的, 头疼,头晕,然后如果上坡的话,会喘气,喘得特别厉害。 高原缺氧给陈新峰这样的新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, 经过一段时间调整,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。 首先是这边,我们修的是第一条电竞化铁路, 相当于这边以前没有这个铁路,修了这条铁路, 首先肯定是方便当地人, 第二个也是为了我们藏区以后发展得更好, 还有就是为以后想旅游的人直接从做川藏铁路可以旅游方便一点。 拉林铁路是川藏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, 2021年拉林铁路建成后, 将结束西藏东南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, 让陈新峰引引为傲的是, 他和700多名工友正在建设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新未来。 在西藏,经济建设并未阻碍生态改善的脚步, 保护生态为当地民众带来了稳定的就业和可观的收入。 做苗子呀,教学习呀,拔草呀,就这个工作。 一天有160,一个月应该有4800。 2016年,西藏山南市渣囊县建立了占地近万亩的植物种苗繁育基地, 以防风制沙保护鸭路脏步江。 项目通过建立种苗科研区、种苗示范区、生态修复示范区, 带动了周边700多人就业。 而对罗布来说,在高原上种草,最直观的感受并不仅是收入的增加。 以前这里一刮风全是沙子,他们来到这里以后,经过种植, 这里变成了绿色的家园,绿色的环境就是幸福的生活。 啊! 美女士为加生达受保护、 容量是 Спасибо,